各位好 我是碗熊哥 故人心慈黃賀樓 遇事不絕電光黃 這是我們湯朝大師人李白在送這個夢浩然的時候 突然有所感悟的 對 因為這個夢浩然他之前打天梯的時候 一直被這個升階超亮的電光黃給搞爆 一張卡電光黃在戰街無敵把你幹爆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我們的升階超亮 對 那升階超亮的部分 就是把超亮召喚再把它再做一個延伸 那上超亮召喚的基礎介紹我在上部影片已經有提到了 那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正題吧 那為什麼突然提到這個升階超亮呢 主要是因為第32主要卡核 就是我們的新大包在12月31號要出來了 那陸續就會出一些升階超亮的相關怪獸 那如果大家比較先了解規則的情況下 可能會比較知道哪些應該要抽 或者是哪些卡還不錯 好 那上次的超亮召喚介紹 就只有介紹到一般的超亮召喚 沒有再往上再升階了 對 那因為想說是初級的 這個基礎教學給新手的 所以就沒有教得再往下這個繼續說明 那因為大家可能玩超亮也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就繼續往下講 好 那我們繼續囉 那簡單說明升階超亮 看這個圖就可以知道 原本疊兩隻再繼續 疊完兩隻之後再往上再疊 這個就叫做升階超亮 簡單來講就是 在原本的超亮怪獸上 再疊放並特殊召喚出高階的超亮怪獸 這個就叫做升階超亮 對 那以這個圖來講的話 應該是很清楚 就是一直往上疊 對 好 那如果是以卡圖來講 就是像左邊 希望皇用兩隻疊 那在希望皇上面再疊一隻電光黃 就是叫做升階超亮 對 應該是算蠻清楚的 那我想給各位看一下 動畫中片段的升階超亮 那如果等一下各位有看到動畫片段 就代表說 這個是沒有版 就是沒有被這個YouTube卡住 對 如果沒有看到這個 就代表說這個YouTube有版權 我就沒辦法放 對 好 這個卡圖是希望皇フォークと オーバーレイユニットを一体とし 自らを進化させる 行くぞ ユーマ オーバー カオス エクシーズ チェンジ 今こそ現れる カオス ランマズ 39 希望皇フォークレイ 好 那我們就來看 如何做升階超亮吧 那方法一 那這個方法一是比較常見的 就是寫在卡片上面 有些特別的超亮怪獸 會再加注 此卡可以重疊於 特電的怪獸上進行超亮召喚 那以這次卡核來講 就有這一些 像 CNO39 這個No.39 希望皇霍普雷 他可以疊在希望皇上面 也就是說你只要做出希望皇 基本上就是做出這一隻了 那像星聖M7 他可以疊在星聖怪獸上面 而且沒有限定 說要疊在幾階的星聖上面 好 那迅雷騎士 蓋亞龍騎 那的話他也可以疊在 階級5或階級6的怪獸上面 進行超亮召喚 好 那電子光蟲的話 他可以疊在 階級3或階級4的 這個 這個昆蟲族 然後拔兩個素材就可以了 那像之前豆哥有介紹的這個 R10大砲 可以再往上疊 變成R11大砲 對 這些都是我們 這個會遇到的 升階超亮 好 那我們就來 簡單先看一下 這個卡片的效果 好 舉例 譬如說希望皇霍普雷 他可以用 光屬性等級4的怪獸3隻 你會發現他 他不一定要用升階 你也可以用一般的方法來把它做超亮召喚 對 但是 但是他的這個升階召喚的方法比較簡單 對 所以一般人還是會用升階召喚 好 磁卡也可以將 這個磁卡重疊在我方廠上的 No.39希望皇霍普身上 來進行超亮召喚 所以你只要做出希望皇 再把它疊上去 再從額外疊上去就結束了 所以你的資源只要用兩隻 那你當然是用這個 就是 No.39再往上疊嘛 好 那像這個 迅雷騎士蓋雅龍騎 他的血法是七星怪獸兩隻 那你可以不要用七星怪獸 這張卡也可以在自己場上的 五六階的超亮怪獸上面 把這張卡重疊來做超亮召喚 可以直接疊在五六階的 像聖克龍這次就有出六階的 你就可以做完聖克龍之後 再把它疊上去 好 那像這個 新聖M7 用六星怪獸兩隻 但是如果你不要用六星的也可以 偵察卡可以在 這張卡以外 自己場上名字帶有 新聖的 超亮怪獸上面 把這張卡重疊來做超亮召喚 所以你可以做比較 階級低的 新聖怪獸 譬如說R3或R4 然後再把它疊上去 所以那這一些怪獸都會寫得很清楚 所以應該是不會讓人家有這個 模擬兩可的狀況 好那我們就來看 升階超亮的步驟吧 好首先我們先叫一隻 騎士 然後再叫一隻這個 好那我們就先把它做疊放 那疊放之後把希望皇弄上去 那這時候如果你的額外牌組 還有一張 這個希望皇 No.39的霍普雷 那剛剛講過你就可以在 這張超亮怪獸上面 再疊一次 就會變這樣 那你就會發現剛剛的 這個超亮怪獸 原本他是超亮怪獸 他就變成素材了 對他就變成這一張新的超亮怪獸的素材 所以就是依序往上疊的概念 就是誰要被誰壓啦 對 那應該不難啦 好那我們繼續囉 那有一些細節要跟各位講清楚 那升階超亮他也是屬於正規的超亮召喚 因為 你把下面的當作素材嘛 所以他是屬於超亮召喚 譬如說有一些卡片他會說 超亮召喚成功時啊 或是什麼 對方怎麼樣怎樣的請風時 那 像這種他就是屬於超亮召喚是沒有問題的 那原本那隻超亮怪獸所帶的素材 會繼續被繼承在這個 新的怪獸下面當新的素材 那以剛剛這個圖來講的話 就是這一張 霍普雷 他就有三個素材 原本 前面兩個 前面兩張是之前 做出來的 然後那個 希望黃霍普就變成他的第3個素材 好 那第3個 這種超亮召喚與一般的超亮召喚一樣屬於 規則特招 他是不進入連鎖的 也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把他 就是 中斷他的連鎖 對 好那這個應該是講的應該是可以聽得懂 好那我們來看第2個升階超亮的方法 第2個升階超亮方法是以特殊的卡片進行超亮召喚 例如像 這個RUM的升階魔法 那升階魔法是 目前是還沒有出階的 對那 呃 以後應該會出 因為希望黃系列好像都會用這個升階這個魔法做這個升階這個超亮 那等一下我一樣如果可以的話會給各位看片段 如果各位沒有看到片段就代表可能有版權問題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把他放上來 對 好那我們就來看吧 就要把他的定課 不行了 我們只要把他放上來 超亮的 我還有到它的 也有 這支的魔法做成功能 這個魔法做成功能 這支的魔法做成功能 就要把他放上去 這支的魔法做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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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一张就是写得很清楚嘛 它叫做RUM幻影骑士团出击 那它上面写 我方对手的主要阶段 以我方场上议题没有超量素材的 暗属性超量怪兽为对象 发动从额外牌组将一只 一体阶级比该我方怪兽高一的 暗属性超量怪兽重叠在 对象怪兽上 视为以超量方式特殊召唤 将此卡重叠在下方当作超量素材 那它不一样的点就在于 它要先发动这张卡片 才可以做后续的动作 那各位会觉得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那个Hero的假面变身 就是你要先发动之后 你才可以做后续的这个 从额外出来的动作 对所以它就会有一些这个东西 它说以魔法卡的方式进行超量召唤 那第二个它本质上面是属于 会有连锁点的效果特招 就是如果你要抗它 你是可以抗它这张超量 这张魔法卡的 就像你把变身抗掉 它就没办法变身是一样的道理 对那第三个 那一样原本那只超量过才 所带的素材会继续被叠在底下 做新的超量素材 对这个是 这两个的共同特点 对好那相信大家这样讲完 可能对升阶超量应该有一些概念 好那第三 三十二主要卡盒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抽保 我是有在考虑 因为一月中又要再出白龙的套牌 我是想要买一套 但是我又怕我的卡盒不够 对但是因为 因为它四周年活动好像会送 会送宝石 所以我又不客气在情况下 如果多买一套应该也是还好 对因为我自己是蛮想要救元兔跟那个混元龙的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啦 我是晚熊哥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并且分享啦 那来去这个 碎发咯